劳动部否认七修一函是江总绑联合报器资料照分享 类内阁今天上任传出一例一收江维条 其中七修一函是可能总绑 劳动部上午表示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也不知消息从那里来 目前仍持续就劳击法进行宣报与说明辅导 也有初步成效 劳动部也一直在搜集各方的意见 做政策面盘点 会向新院长提出书面报告 中央设台北八日电 联合报报道劳动部七修一规定你重新函是 劳动部主任秘书陈明仁今天接受电话访问表示 劳动部内部并无就废止七修一函是讨论过 联合报报道 新政院长赖清德阻隔后 除了启动劳机法修法 也很可能重新函是七修一规定 让各行业可连续上班12天以立企业排班 劳动部主任秘书陈明仁今天接受电话访问表示 劳动部并无就废止七修一函是讨论过 陈明仁说 有关劳动机准法一粒一收都有在做宣导跟辅导 各界不管是劳资双方的意见都会收集 陈明仁表示 劳动部会安排时间跟赖清德报告 再做政策盘点 根据目前七修一函是 除了四周弹性工时及三种例外状况外 其余符合劳动机准法的劳工每七天都必须休一天